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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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好 我們今天要做主題 這聽起來就是一個很感人的主題啊 我們目前是懷孕十九週 快要二十週了 我們這兩個是已婚七七了 然後現在是結婚四年 所以其實我們 其實 好緊張 為什麼 我肚子裡現在有一個 十九週大的男寶寶 是的 所以我比較恭喜 然後需要我的卵子的基因去培育的這樣子 在討論之前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些基本的問題 來第一題 因為其實一新年的話 一夫一妻妮 你這個baby就會有 男方跟女方的基因 所以同性的話只有一方的基因 我是否可以多參與其他的部分 以我們的情況來說 小孩子只會有我們一方的基因 搭配兔能嗎 所以我理解有一些家庭他可能會想要 比如說你的小孩你的胚胎讓我來生 我會對這個小孩產生情感 會用另外一種方式跟這個小孩有所連結 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我們沒有選擇這樣做 我們沒有問過醫生 然後也沒有任何相關科學的論文 或者是期刊有講到 純粹是我們自己一次自己一定要講清楚 你看像我們兩個提琴差這麼多 你要說150還是160 156 156 我167 我們就差了11公分 都能又聚高 197公分的情況下 我覺得如果跟我結合的那個小孩應該會很聚 放在你那個小小的肚子裡的話 我也是擔心你的安危 所以我覺得最保險的狀況下就是用你自己的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根本幾乎沒有討論 就是已經決定了 可是其實後來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後來發現你出生的時候其實比我還小 我出生的時候3200 然後你出生才2800 2800 現在回頭想就是蠻有趣的啦 對對對 這是我們自己腦符的畫面 但是其實還是尊重每一個同性家庭 每個人自己選擇自己要怎麼樣分配 沒有所謂好符符好 就是每個人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的解答 我們就是這樣想 第二題喔 不會啊 因為我的參與其實不在於 基因上的參與 我的參與在於我們一起做這件事情 從取軟的備孕到整個流程 答得非常多 真的你說要參與我覺得我也參與很多 畢竟妳說的真都是我對的答案 所有的檢查我都有到場 然後我有影片幾乎都是我自己在拍的 唯一的遺憾就是你在植入那個過程中 你要我陪你 我沒有辦法到搖滾區去看那個 恭喜是怎麼離開那個機器 然後到那個生產 我也好想看啊 畢竟來準備引進它的生產 對我來說 這個過程我已經在參與了 所以我是很有參與感 我不會因為你的肚子裡面的小孩 跟我沒有基因相關 沒有血緣關係 我就好像沒參與感 參與感很足啊 我也覺得很足欸其實 真的做了很多事 好來我們來談第三題 坦白說我不擔心 很多人會覺得寵物跟小孩不一樣 但是我必須要說 跟你認識的時候 苗栗跟貝貝 其實我養很久了 遇到你的時候 他們已經八歲了 就是你其實沒有參與他們 小時候很可愛的那種黏人的樣子 其實我坦白說 我自己一開始接受的時候 我也覺得 就像後馬 因為你從來沒養過寵物 對 所以對你來說就是完全新的 你也不是說你養過別人的貓 或玩過別人的貓 知道怎麼會對付貓 對 而且你那時候其實還嚴重的忙忙過敏 因為你從來沒養過 但是你現在克服我很開心 因為有這樣的經驗 我其實知道 因為你愛人 你會知道我在乎他們 所以你會想瞭解他們 所以你 跟他們相處相也很好 尤其小胖還愛你 勝過愛我 我也是蠻吃醋的 所以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所以我完全不擔心 我在考量你會不會愛這個 所謂有我的血緣 但沒有你的血緣的小孩 所以我想的事情是 交往的過程跟婚姻的過程 每一個過程裡面 我都在 I am watching you 你說的每一句話做了每一個決定 我要這個人愛我 就是愛我的全部 我認為我每天在考量你的東西 我都已經這麼peaky了 所以我是透過這種方式去 確認我不會不愛東西 對 就是我已經分析好 你就是會愛我的全部這樣 下一題 啊 我其實不會 我自己的答案 對於這一題 其實我想要表達的是 偏心與否 有時候可能不一定跟血緣 是一定有掛鉤的 可是我要說為什麼 第一個 這個是我沒有體驗過的 比如說我第一次養貓 我那時候養妙麗的時候也是 在迎接妙麗之前 我做了很多的功課 我查了所有的飼料 然後去比較 然後還有貓沙子不用 然後營養食品 所有種種全部查完之後做好功課 每一樣都會挑 同理 這個小孩我第一次當人類的媽媽 我就會很在乎這個小孩 怕他會不會被我養到壞掉還是什麼 我就很擔心 我就會很小心 我會做非常非常非常多功課 也因為我對他的用心程度會讓我 很像是偏心這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我要聽你說話 我覺得是在每個家長裡面 其實都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假如說你第一個小孩要歷經學測 自己小孩適合什麼什麼不知道 那我就是要研究 可是假說你第二個小孩差才兩節而已 你就已經四場調查了你們做過研究了 對 因為你兩年前已經做過不會差太多 你會再針對他喜歡什麼 或他適合什麼去丟給他選擇 有時候到第二個小孩的時候 只是因為家長學習完了 所以可以把現有的知識拿來運用 快速的 就是速度就很快 看起來就好像沒有那麼用心 但我覺得可能是用心跟偏心的一個 也許沒有偏心好不好 但是我必須說還好老二是女生 因為我覺得男生的女生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可能女生的時候又會 第一次女兒 第一次女兒 第一次女兒我就會很認真的 就又再去做一些 研究跟整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可能還好 小孩子其實都會長成他自己的樣子 每個小孩都是不一樣的個體 他們的個性也會不一樣 據目前我懷孕的過程來說 我真的是覺得 你是不會對沒有嫌的小孩 不愛的嗎 對對對 下一題討論 你怎麼知道你會愛這個baby 我覺得大家已經可以知道我會愛公子這個孩子了 現在我要問我自己 我要怎麼知道兔兔會愛我生的這個小孩嗎 對不對 對對對有道理耶 關心到你了 我已經幫我自己採訓了 反显得好像我一定會偏心黑俗的 但我必須說寵物真的是我們很好的學習 我覺得你已經讓我感覺到 我們在乎的點不一樣 像我比較多是生理需求型的 就是他們的吃喝拉撒水 但是呢你比較不一樣 因為你多了時間觀察 差別是什麼 要的是什麼 當你在照顧大家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在看著大家 而且我總是會告訴你說 尿莉要幹嘛 尿莉現在要喝水 貝貝要你摸他 說說實在 我覺得你好一點是 你並不是說 我在住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在滑手機那我都不在 我其實你眼睛都一直在看 基於同理 如果這已經是你的習慣的話 我覺得等到有小孩之後 即便是我在幫小男 小小孩 小孩 換尿布 餵奶那些的 我覺得你都會看 基於這樣的狀態 我其實也不擔心說 你會不愛驚喜 或者是怎麼樣 我不喜歡家庭成員被冷落 就是我一定會花時間 在每一個成員上 我就是會知道 你不好了哪裡不好 不管是觀察每一個人 每一個生物 我也會花時間去陪伴 就是我也在他旁邊 我要跟他互動 因為你的每一個回應 都會給我東西 然後對我來說 家是一個 哪一個部分不好 那就是整個家都不好 我不覺得我會偏心 我也不覺得什麼 有血緣沒血緣什麼的 血緣其實是其次的 重點是 你不喜歡家庭成員有被冷落的感覺 你喜歡大家都快樂 喜歡在家裡 然後每個人在乎的事情不一樣 你在乎的是那一個 你在乎的是這一個 我都有辦法能夠注意到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分工很好 對 講完什麼有這種 你喘的感覺 就是想要實際跟大家舉例說 狼其實真的很用心到 讓我覺得 身為生母 感到有一點愧疚 不是有一點 就是蠻大的愧疚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如何愛這個小孩的 但好像真情告白喜真的 對啊 你在相簿裡設了一個恭喜的相簿 但我一定要說他沒有設我的相簿 但恭喜有相簿 然後他就是只是截圖 APPAPP裡面 每一天恭喜的記錄 他每天都截 他有時候兩天沒截 啊我昨天沒截到 我就想說我都還沒有相簿 然後每次的那個什麼超音幕的照片 他就把它存得好好的這樣子 APP就會顯示說他長到什麼階段的時候 比如說長得多聽得到聲音 嘴巴會動 開始會吸土 涼水 會有這些資訊 我就會想要把它截下來 成長的反應 然後他以及就是每一次的 產檢我都會錄影 那個還不是醫院那邊的照片 就是我自己錄影的 然後把它放到那個相簿裡面 那是我的視角 那為什麼他還有一個相簿 我要找比較好找 可能關於恭喜的就全部都找這樣 他找我的時候 我自己也沒有幫我自己設相簿啊 好啦 算你逃過一節 等一下他幫自己設相簿 你也很偏自戀 我今天拍了一個 哈哈哈 之類的 然後再來講 拼兒房 我覺得你就是為恭喜真的準備得很細心 你會讓我覺得說 我又要很慚愧了 為什麼我都沒有這麼想去做 這麼積極去做 然後你是東西一來 就開始規劃喔 所以廠商一來你就說 你怎麼知道要弄 你怎麼知道要弄 恭喜你算了嗎 這邊看恭喜 可愛啦 你要準備好 可是他真的很可愛 你要他來的時候什麼都有了 所以就是因為你演戲已經在幫他準備 我就在跟你說 之後該不會恭喜接回來當天 你就立刻就這樣 因為開始要死掉 然後你看你剛剛那個很興奮的臉 不知道要去哪裡 還在笑 你還在笑 你吃了這個超厭世的欸 累 而且你會每天跟恭喜對話 這件事情你不能這樣 我每天也幫你擦那個 潤塵油跟潤塵霜 然後只是擦之前我會跟恭喜這樣講話 因為他現在聽得到聲音 所以我要跟他講話 哈囉 恭喜 我是老媽媽 我跟妳說 真是很愛妳喔 呱呱健康長大就好了 你可以動動跟我打招呼 沒有 他不這樣跟我打招呼 沒有關係啦 那你就睡覺吧 差不多要結束的時候 他就會問說 來媽媽有什麼要說的 然後我每次都說 他沒有講出來 因為他講出來 我就會咬頭 他其實講的內容大概都是 有點像報備這樣 隔天要產檢我們就會說 喔明天我們要產檢 我們就可以見面啦 你一定要保存好體力在 產檢的時候 跟我們揮手要動啊 要什麼很開心的樣子啊 而且其實我每次 給你肚子的時候 就是我表情都這樣 對你超死魚 很像要趕快講話 對他很像死魚 快點他 講話在門上 對嗎他呢 對嗎他也太愛妳喔 好好休息好好長大喔 那再來是超音波的照片 你每次都會把他產檢的照片表框 我們一個一個會去產檢一次嘛 然後每一次產檢 我們都會有超音波的照片 會列印一下 然後會精選兩張 就會修緊他 然後把它放在相框裡 然後就會 把在家裡各個角落 這樣 每次產檢都有一個相框 主臥是有三個 餐桌目前有一個 廚房後面有一個 做家事的時候 喔對我洗碗的時候 就可以看一下 就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蠻可愛的 一開始本來想說 是不是所有照片都要放在一起才有趣 後來覺得到處都有一張 到哪裡都可以看到 對 這樣很可愛啊 好再來是名字的部分 一直在思考 他跟他們 名字該怎麼取 他跟他們 名字該怎麼取 兩個小孩 雖然說他們是 紅金一軟的 兄妹 他們有些人關係 但是他們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我們一方的基因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希望他們會像兄妹 很多人不是都會中間字一樣 第三個字不同嗎 對但是我們又覺得 其實這樣好像還不夠 因為姓氏不同 他等於三個字裡面 只有一個字一樣 而且還是第二個字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可能應該是 取一個唸起來很像的人 其實我們一開始 最原始的想法就是說 就是後面兩個字 完全叫一樣 比如說黃多多 學多多這樣 那第一次跟朋友講這個 想法的時候 朋友就說 那你要怎麼叫這兩個人 你怎麼知道你在叫誰 小孩很聰明 小孩知道啊 你這個語氣叫一個不一樣 他們就知道你在叫誰 他們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每次寵物 都有很多個名字 萬歲 弟弟 皮特 狗狗 他都知道在叫他 對啊 貝貝啊小胖啊 妹妹 我在那邊叫妹妹 之後你知道誰會下來嗎 在吧檯上 在準備要溜到一些 進去的地方 會馬上突然頭跑出來 寵物這麼聰明 人會不知道嗎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這些 你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有個默契 其實我們知道我們會愛這兩個小孩 即便就是 你生你的 我生我的 我們還是會愛 這是我的默契 我就覺得我剛剛分享你的用心 你都快哭了耶 對啊 剛剛還累汪汪的覺得 好感人 對 你現在又累汪汪 我再想一下 對 總是可愛 我是很想跟他說 你這個以後都要巴吉一點點 我是一定會愛你 但你媽媽不知道 我其實在前三個月的時候 我都沒有跟他有特別連接的感覺 因為他就會動 然後我就只是每天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一直到現在會動 我卻說他很像在拍大便 對你把它形容成的大便 我真的是也沒預落到嗎 真的 我一直在感受啊 我覺得這就是每個人的學習 只是我學習的東西跟你的不一樣 可能我是身體上的一些學習 也不能說我以後跟他不會有連結啊 怎麼越解釋越糟 前面講我覺得還好 後面開始有點奇怪 反正就是我才在體驗 我可以跟大家一直報告我的感受 這一段路還很長啊 眼淚還好嗎 我還好但你還好嗎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羞愧快死了 有嗎 我覺得你看起來很羞愧 有一點 我至少用身體在證明我 支持著這個美女 沒有啦 我覺得你算很配合 以前要你吃營養食品都不太吃 自從懷孕之後叫你吃 都會乖乖吃 完全不會有怨言 除而是有在為這個孩子付出的 對 我覺得是付出層面不同 我覺得這也沒有辦法比較說 誰付出的都是付出的少 因為我覺得只要在乎 都會盡自己所能去 不要拉自己的在乎 方式不一樣 就是大家看到可能會覺得說 喔好像我比較愛 你比較不愛 我覺得也不是這樣 因為你可以照顧到 我照顧不了的地方 今天會拍這集 就是因為很多人會問相關的問題 其實你要證明也是很難證明 你什麼時間點叫做你證明完了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就是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做了什麼 然後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這樣子的情況 我相信很多人也許沒有面對過這樣的情況 可以用我們的情境 這樣你們稍微去理解 對 所以無論你們是要A軟B環還是A軟A環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就是你們的選擇跟你們的考量 但是重點是 小孩來到家裡面就是 應該要值得家裡面的愛啊 有沒有寫緣 偏心不偏心什麼的 我覺得都在發生 大家就是都要 在乎 關心 給予 你的每一個小孩子 不只是家庭的層面 會不會到家庭分支的狀態 家庭的主題跟結構這樣 好啊今天分享有點長 但是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節目 想要說掰掰 掰掰 我們要來吃 恭喜蘇丹丹 好啊